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不久 朋友的公司来了两个年轻的实习生 一男一女 男生名校毕业 无论业绩考核还是创意设计 他的优秀都有目共睹 可是在一次阅读会议上 他因一时疏忽少提交了一个数据 原本只需要态度诚恳地道声欠就能解决 他非硬着头皮说 这个数据不重要 不看也没事 而女生呢 普通院校毕业 刚来公司时业绩平平 能力也不突出 但女生最厉害的一点是 他脸皮够厚 能屈能伸 只要是遇到不懂的 就拉着老前辈问 犯错被骂时 无浓细语 一口一个对不起 第二天照样来找你讨教 就这样 两个月下来 男生虽然才华横溢 但却越来越吃不消 最后只能黯然辞了职 而女生选择越挫越勇 收获了领导们的一致认可 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句台词 这人呢 就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如果你见识过足够多的世面 经历过足够多的人生 就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脸皮够厚 身段够低 永远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才华 死要面子是人类最大的愚蠢 曾经读《项羽本记》时 纵观其一生兴起衰亡 最大的感受就是 他太顾忌自己的颜面 太在意外界的看法 当年项羽摔大军攻入咸阳后 谋是范曾劝他 不如顺势建都咸阳城 成就罢业 而项羽却无意留在关中 一心想着将秦朝的金银财宝带回故里炫耀 他说 富贵不归故乡 如衣袖夜行 谁知知者 在鸿门宴上 范曾极力劝借项羽杀掉刘邦 以除后患 但项羽却因刘邦的恭维奉承 犹豫不决 而后又因听信他人谗言 担心此事传出去 脸上不光彩 于是错失铲除刘邦的大好机会 宴会过后 范曾就曾感叹道 夺向王天下者 必定是刘邦 果不其然 项羽后来均必害下 四面楚歌 一路逃到乌江后 乌江亭长劝他逃回故土 他日定能东山再起 可项羽却自觉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选择了自吻乌江 长眠地下 正如著名哲学家舒文华所说 人性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 就像那咒语极风里的大树 不肯低头弯腰 就注定会被一道闪电拦腰批断 始终维护自己那可怜的自尊心 不愿放下脸面的人 最终逃不出失败和悲剧的牢笼 记得多年前 我们班有一个学霸高考失利 他很想复读 但又害怕老师和同学们会嘲笑他 而他的母亲却这样对他说 不要活得那么死板 等你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没人会在意你复读过几年 人生在世 哪有那么多观众 会时刻关注你的光鲜与难堪 越是脸皮薄 就越会扼杀你未来的可能性 越是怯懦 就越会与美好契机 失之交臂 就像作家朗帝在 你的脸皮就是太薄里所写 你不比任何人好 也不比任何人差 你就是脸皮太薄而已 咽得下失意时的心酸 忍得了挫败时的苦难 曾经听过一个有趣的言论 这个世界不属于80后 也不属于90后 更不属于00后 而只属于一种人 那就是脸皮厚的人 身心不疑 人生这座修炼场 就是把玻璃心打磨成钻石心的过程 唯有厚着脸皮承受世人的嘲讽 才能在夹缝中求得一方寸土 唯有耐着性子接受众人的批评 才能在山穷水尽后静待柳暗花明 曾经在一次访谈节目里 看过一段黄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像 当年稚嫩的黄博 站在舞台上又蹦又跳 极尽所能地卖力表演 但评委还没看几分钟 就一脸不耐烦地叫停 把他撵下台去 观众区里的人们也是一片哄笑 换作是别人 可能早就被耻辱感压垮了心房 可黄博却依然没羞没臊地出现在第二年的考场上 不过这一次 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时至今日 黄博已经是演技精湛的一代影帝 但回顾他前半生的遭遇 我们不难发现 在那些辛酸苦辣的岁月里 真正推着他成长的 正是那种死皮赖脸不怕丢人的倔强 记得在一个采访中 黄博就曾爆料 自己被某位副导演辱骂 长相丑陋 不配当演员 但为了拿下当天的角色 他硬是厚着脸皮 当场给人家表演 一口气也换了好几种表演方式 他不断跟副导演说 您看 我还能这样演 您要是觉得不行 我还能换 直到副导演都被他的软磨硬泡折服时 他才心满意足地停止 企业家言界有一句名言 我们干大事的 从来不要脸 脸皮可以撕下来扔在地上 踹几脚 扬长而去 不屑一顾 这世间最廉价的东西就是浅薄的脸皮 当你拥有了更值得追求和热爱的事情 一切冷言与闲言都会变得不值一提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身段要低 脸皮要厚 革命家切格瓦拉说过 当你知道了面子是最不重要的东西时 你便长大了 成熟与幼稚的最大区别就在于 你是否还在执着于身段和脸面 最近陈道明因饰演庆于年里的庆帝而再次爆红 很多人看过他炉火纯青的表演后都不仅感叹道 许多和他同时代的演员都已经该隐退的隐退 该遗忘的遗忘 可唯独陈道明依然演什么像什么 永远都不过时 关于这个问题 陈道明虽然从未给出过明确的答案 但凡是和他合作过的演员都会发现陈道明拍戏时 有一个习惯 他特别喜欢观察其他演员的表演 尤其是那些比较年轻的演员 记得有一次 陈道明特别出演了电视剧《我的前半生》 作为女主角的马依丽就发现 陈道明分明戏份极少 但每次拍完戏后都要在片场逗留很久 后来陈道明解释说 自己只是想观察一下 年轻演员们是如何演戏的 马依丽很不解 明明他已经是演一届太斗般的前辈了 怎么还要向年轻人学习呢 但陈道明却这样告诉他 到了我这个年龄段 都是在凭经验演戏 说实话 真有些前驴技穷了 我虽然是一个老前辈 但是我抱着一个学习的角度 来看看你们正当年轻的人是怎么演的 听完陈道明的话 马依丽才彻底明白 世上所有的光芒万丈背后都是豁得出去的人格 那些能够放下身段丢掉脸面做事的人 往往才是最厉害的 行走于人世间总要有点厚颜无耻的尽头 才能让自己绝地反击 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就像诗人鲁梨在泥土里所写 老师把自己当作珍珠 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道彩虹 与朋友们共勉 为了可以更好地与大家互动 现在深夜读书 已经在Facebook开设了粉丝专页 大家可以按照图片指示 去添加一下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 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